大齋期四十天 诗篇灵修 主题一 智省与悔改 第七天 应得救恩之乐 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二节 求你使我 应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令 扶持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清洁地毡》的影片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洗擦之后 骯髒的地毡就会变得洁白如身 确实是令人有疗愈的感受 同样 当我们听到一些 从严重罪行中得释放 并且愿意凌罪悔改的见证 亦都会感到心狂神异 而《施篇五十一篇》的背景 就是说到大卫王犯下严重的罪行 并且向上帝凌罪之后所写 让我们不禁亦都为 大卫愿意勇敢面对自己的罪恶 得到上帝结症而感到高兴 就好像看到那些地毡变得干干净净一样 不过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未必 就像大卫那样犯下严重的罪 与此同时 当我们看到这些影片之后 可能我们就会反问 为什么把地毡搞得这么骯髒才去清洁 肚抹我的过犯 求祢将我的罪业洗除静进 并结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祢犯罪 唯独得罪了祢 在祢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祢贼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静 我是在罪业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祢所喜爱的是泪里诚实 祢在我隐密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祢用牛塞草结淨我 我就干净 求祢洗滴我 我就比雪更白 求祢使我得听 欢喜快乐的声音 使祢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祢掩面不看我的罪 涂抹我一切的罪业 上帝呀 求祢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静直的灵 不要吊弃我 使我离开祢的面 不要从我收回祢的圣灵 求祢使我认得救恩之乐 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祢的道只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信祢 上帝呀 祢是拯救我的上帝 求祢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祢的公义 主呀求祢使我嘴唇张开 我的口便传扬赞美祢的话 祢本不起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赏 凡祭祢也不起悦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呀 有上痛苦的心 祢别不兴汗 求祢随你的美意 善待石安 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祢必喜爱公义的祭 和凡祭 并全生的凡祭 那时 人必将公牛献在祢坛上 在刚才的第十节就说到 求祢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静直的灵 当我们可以时常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内心隐藏的罪 而值得我们留意的是 大卫不是企盘上帝赐给他正直的行为 而是清洁的内心 因为人的行为是从内心而出 老实说 我们一般人都很容易认为自己的行为总是正直 所以 这个不是一个合适和客观的标准 就好像我们 见到地战上的户籍一样 视而不见 所以我们不妨 时常留意自己内心心处 在我里面是否隐藏了什么的罪恶呢 愿主每一天光照我 使我每一天都能得到洁净 经历救恩之乐 而不是让罪不断累赐 各位朋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常反思自己的内心 言语以及行为的习惯呢 而这篇的诗篇 如何教导我们正确地 为我们的罪而悔改呢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主啊 主啊 求祢帮助我 在日常生活中 事上察觉自己内心的状态 能够及时认罪悔改 并且经历救恩之乐 奉主命求 阿们 阿们 是